各位好,这是由考栏FM独家出品的评论节目考评会,我是凡素 今天要说的是刚刚获得香港电影镜像奖最佳影片 却无法在内地上映,甚至不能在内地媒体提及的电影《十年》 《十年》是一部香港本地题材的电影,由五个短片组成 分别由五位香港新晋导演拍摄 福瓜讲述北京位在香港通过国安法,嘴点港府和建制派制造一场恐怖袭击,说越乱越好 东禅以制作标本的隐喻故事讲述保存记忆,对抗城市推土机 但主角最终却只能以自己生命做无声抗议 方言讲一位香港低势司机因为说不好普通话 在普通话已经成为主流的香港中逐渐被边缘化,甚至难以和儿子沟通 自焚者以仿纪录片形式,记录某个时空,为香港独立抗争的绝食乃至自焚者 最后的本地弹中,香港仿佛进入了文革年代 孩童身穿红卫兵式的装束,在全城检查违禁文字 知识分子秘密开读书会 本地则成为了违禁词,连小店卖本地弹也被指控 10年的总投资额仅仅是50万元,初期只在个别电源播放,票房不太理想 后来随着口碑叫好,越来越多的院线加入放映,票房开始攀升 公映一个月之后,内地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 批评十年完全荒诞,宣扬绝望,带给香港社会的害处很可能大过好处 批评又指出,十年当时只录得300多万票房,显示电影影响的只是香港的小众 而且那些港人尚存应有的分辨力和对思想病毒的抵抗力,看看热闹就过去了 而不会真跟着这样的电影往沟里跑 这篇批评为十年带来了票房后劲 上映大约8周,十年票房累积到600万港元 连续三周,跻身香港十大票房之列 并且在影院下线之后,继续由公民团体组织在香港各大小区放映 小区观看人数近万人,反响乐烈 今年2月份,金像奖公布入围名单,十年入选最佳影片 金像奖协会主席尔东升随后收到消息 说内地有关部门表示将停播本届金像奖 受封杀的影响,内地媒体在报道本届金像奖颁奖典礼时 纷纷避免提及影片十年 在新浪网易凤凰网等各大网站公布的 所谓完整获奖名单中,也都没有出现最佳影片这一奖项 有网友笑说,十年成为像福利摩一样不能说的电影 在颁奖典礼上,尔东升隐会提到 影片十年和本届金像奖被内地封杀一事 表示个人希望明年不会再有这些事情发生 并且引用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一句话说 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应该现场一天掌声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颁奖现场的声音 听尔东升在内腕完整地表达 颁奖里说的是粤语 为了让大家能听明白,我对着电脑同声翻译了一下 最紧张这个时刻的,大家我想澄清一下,大家不要误会 我想澄清一下,大家不要误会,我想出这个风头 所以来办这个奖,因为事实上找不到颁奖嘉宾 你们都明白了,对吧 我想说不要无谓感慰大家,要事实上都好 要不然你切开那个电影的名字,我怕你识不出来 我说你识心没问题,你可以做主持 我说你其实没问题,你是中性 我没问题,我怎么中性,我是男性 没问题,我曾说中性,我是男性 那你都看不出来 所以你都看不出来 那所以呢,就是无谓难为 所以就为难为,那如果你们有人想到上来共产胜举都没问题 没有啊,看片了啊 没有啊,那我们就看片子了 啊,忘了讲一个故事 我们在六个月之前已经开始做了第一告 就是今天节目的第一告 三个月之前已经开始涨家 上个月发生了一些事情,大家都懂的,对不对 那我觉得都挺复杂 我希望明年不会在这些事情发生 就是我个人意愿 在这个创作过程里面呢 这个创作班底有一个年轻篇剧 偷偷地问我 他说,他说,主持人 我们今年这个歌里面可不可以有十年这两个字 我跟他说,学生人 罗斯福总统讲这个话 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 是恐惧人自身 今年最佳电影得奖者是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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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制蔡联明 五家梁 好,接下来是获奖者感言 多谢天父 多谢金像奖 够胆颁这个奖给我们 多谢每一个投票给我们的评审 多谢五位很出色的年轻的导演 他们的勇气和坚持 我是很欣赏的 我很欣赏的 多谢每一个参与在十年里面的工作 工作人员 团队 所有的演员 和幕后的演员 多谢家人 多谢我太太和我儿子 也多谢很多电影的人 在帮助我们 多谢书奇先生 多谢Esther 多谢Winnie Zung 多谢Golden Scene 多谢每一个入戏院 看我们的戏的观众 香港的观众 多谢每一个在社区 去看我们的戏的人 十年已经超越了一部的电影 我们在制作上有很多不足 这个奖是告诉他们 我们继续要谦卑 继续去学习 但同一时间告诉他们 香港的电影 是有很多可能性 只要我们用心 用真诚去拍一些片 原来是可以很有力量 原来是可以很有力量 所以多谢每一个香港人 对谢谢每一个香港人 是你告诉我们 香港是为时未完 最终由十年获得了最佳影片 这个结果在香港媒体 和Facebook上引起了讨论 很多人对十年获奖拍手叫好 比如香港演艺学院 电影电视学院院长舒奇就说 他为十年得奖感到开心 他认为这部影片 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 是香港的宣言 代表了香港人的价值观 但是环雅电影主席林建月 却表示不认同这个结果 他认为十年没有获得 其他任何奖项的提名 表明影片在制作上 存在很多不足 而之所以获奖 是因为政治绑架了电影的专业性 十年的兼职之一 陈芬奇表示 他理解有人觉得 十年获奖是政治表态大于一切 但他并不同意这个观点 他称这次颁奖的意义 也是对电影界本身的一种声明 在明星青黄不接 投资紧触的今日 香港电影余下最珍贵的资产 正是言论自由 这不是政治表态 而是对行业的诚治建言 但也有评论认为 十年即便作为一部政治电影 他对政治的了解 也过于简单和幼稚 而一部肤浅片面的理解 政治与抗争的电影获奖 对香港没有任何好处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争议 十年应不应该得金像奖 怎么样看待金像奖被政治化的指摘 今天我们来听两位嘉宾的意见 一位是香港著名的文化评论人 媒体人陶杰先生 另外一位是香港自身的 时事评论人刘瑞尚先生 一位着重谈电影艺术 一位把焦点放在香港的政治环境上 我们先来听陶杰先生的看法 就从电影生产的专业角度来说 这个电影呢不一定是最好的电影 但是我讲的是技术 但问题是这个电影呢 就重新开创了一个方向 就是确定了什么叫香港电影 那么因为这二十年香港电影 通过什么内地合拍啦 什么斜拍啦 慢慢迁就了十四亿人口的市场 让很多香港电影人呢觉得很失落 就是说你要去北上去内地拍电影啊 本实际上当然是有时候是有钱可赚 而且赚的不少 但是有很多事情当中的穿小鞋啦 全规则啦 把擦边球啊 政治审查啦 说好的本来可以的通过的 到最后这又剪一刀那又不行啊 这些呢让很多香港电影人呢觉得受了气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评审呢 这里头全是电影从业人 他们当中也有很多是在内地拍电影的 嗯啊 那回来以后他们投票 就投向这个有强烈政治意识的这个十年 是最佳电影 这个首先你这个结果你可以不同意 但是你不能不尊重 因为这是他们电影人从专业角度啊 来决定的 那至于说政治绑架电影 自从1949年以来 所有的这个中国的电影都是政治绑架 八个样板戏里 这是不是绑架呢 如果你要说绑架的话 建党委业 建国大业 这个是不是政治电影 即便是好莱坞 他那个金像奖奥斯卡 今年这叫丹麦女郎啊 当然得不到最佳电影 但是另外一个讲那个这个新闻自由 去报道那个那个神志人员 天主教的神父啊 去那个性侵犯幼童 而这个电影呢 你从技术上来看 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但是由于他要唤醒某一种社会政治问题 他呢 这个奥斯卡给了他最佳电影 丹麦女孩呢 其实也是一个小众的建议 就是说要呼吁 要给予这个电信人啊 足够的人权的尊重 问旧戏问戏的话 这两个戏啊 都比较平实 没有什么在制作上 没有什么让 没有什么亮点 但是你要看什么超人篇富翔啊 这个在制作上 可能他那个大场面啊 爆炸啦 特技啦 电脑合成啊 这比这些小品啊 更有看头 所以呢 就每一个的影展 或者是什么 什么金像奖啊之类 都由他们自己的小圈子的专业人员去 根据当时的市场动向 社会形势 人心所向来投票 投票成这个结果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那每则 等于每年香港小姐选美选出 这个为什么不是那两个 那你去问问那两三个落选的 你问问他妈妈 自己的女儿漂不漂亮 肯定个个都说自己女儿最漂亮 那为什么得不到奖呢 嗯 因为是由评审来决定 这没什么好说的啊 嗯 但是现在有人就会担心 香港电影的未来 比如说 因为这次十年 得到金像奖的最高奖项 嗯 会有声音说 那以后金像奖会不会 被内地封杀 因为已经是被封杀了 那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 对于香港电影人 它意味着什么 首先这个电影金像奖啊 以前内地就是说 让电视台同步广播 对不对 嗯 现在不是封杀 现在就是说不广播了 不广播的 我看不算是什么叫封杀 你知道吧 嗯 要么你的封杀是所有香港电影 我现在就惩罚 你所有的香港的电影人 尚从周星驰下到这个 连一个电影的灯光师 全部不准来内地拍电影 如果是这样 那么 那么 请问这个一国两制里 从那一国的兄亲到了哪呢 因为这个十年这个电影啊 说来说去 你说怎么政治上怎么反动啊 什么这个那个 都是在香港小范围 只有一家戏院上 而没有 它没有违反国家规定 在内地啊 有人走私啊 在内地啊 有人不经审批在内地上 哈哈 所以这个没有违反基本法 也没有违反香港本地的法律 不过呢 它里头有的场面 就有的人觉得比较露骨 他的政治意识比较强 看到了不爽 但是我们只能根据香港的法制精神来办事 这个电影是通过香港的影视 是省财处的 所以这没问题 那你内地不播这个金像奖 我觉得对香港金像奖 不是一个损失 除非内地说好 我要进一步惩罚 所有香港电影人 周星驰 周润法 梁朝伟 通通不能在内地接派电影 那人家就要问了 那这个公平不公平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解释权可能就 那个时候就在内地 那非得要这么硬来 那也没办法 那可能把香港电影人逼的 有的软业啊 有的那面向东南亚啦 面向台湾啊 最关键是你要自己拍得出受欢迎的作品 你只要有这个实力 有这个才华 是不怕什么封杀的 内地封杀不了的 刚才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说 这部电影最大的价值 它是似乎是重新定义了 什么叫做香港电影 但是有人会说 香港电影过去从来都是 以市场为导向的 只拍观众喜欢的 但现在好像是会去迎合 一些政治方面的诉求 他们会觉得 这对香港电影来说 本身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这个您怎么评价 这个电影也是迎合市场诉求啊 你别忘了 它拍的只拍了五十万 票房有六百多万 而且只有一家戏院上营 而票房有六百万 这本身我不管它里面是什么内容 这已经是一个市场成功了 它比起制作那个比例的有十二倍的收入 所以而且你要给它多两家戏院放 可能会超过一千万 这不就是市场吗 对不对 当然如果有人说 还要来这么一个徐集 或者这个方向就明确了 我们以后就拍这种的 这么刺激的 但是我看 我认为 你要是按照这个方向 以后专门拍这个电影 我认为香港人会厌倦 因为这个是可疑不可在 除非你以后 每一部都拍出新鲜的意思 对不对 你这个耶问 最多人看还是第一集 第二集第三集 你打完了这个洋人 又打这个黑人 打得没完没了 内地的观众就觉得怎么有时间 对不对 所以不要管它什么政治不政治 交给市场 这个世界上只有拍的好 跟拍的坏的电影 没有说带有政治意识 跟不带有政治意识的电影 这电影里头有没有政治 这个说不清楚的 很多好莱坞电影里头 功夫熊猫都有政治 不过一般人看不出来而已 那个花木兰 那个动画片也有政治 而且呢 你这个审查呢 就不要这个标准改来改去 那么这就最后由市场的决定就行 很简单的事情 嗯 那到底为什么 他只投资了50万 最后却会有600万的票房 他到底是反映了香港市场 他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吗 还是特点吗 为什么会这样 你得要问环球时报 为什么学会批它 如果你不批它 说实在的话 这个电影啊 的票房不足100万 最多已经拍到那个8090万 已经差不多了 他已经很满足了 哎 忽然来个大批判 人家就想起了以前 中国呢 也是批判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也批判过很多大赌草 像什么铁道游击队啊 林家铺子 结果批判十年二十年以后 又平反了 你知道吧 可能内地的民众 他初觉跟我们香港不一样 你有环球时报那么一批判 香港人就觉得 哎 这个肯定就有看头了 所以就从100万的票房 变成600万 当然有人看了以后说 哎 这个电影也不怎么样 我看了以后就觉得 哎 这个电影不如当初 我预期的这么神 哎 有的说哎呀看的 看的直掉眼泪 我没直掉眼泪 因为我觉得这艺术上 不算太太露骨了 好的电影语言是比较含虚的 不用那么露骨 嗯 但是这是另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电影 本来应该是100万左右的票房 就差不多 但是后来有人把它上钢上线 小摄画大 无线上钢 那变成反面的宣传 变成600多万 现在还 有人说哎 在哪 这电影在哪 我得要去看 或者这个问题 你该问那些人不是问我 我就不懂得回答 其实香港的电影史上 它也有很多影射 批评北京政权的一些电影 但是为什么过去也不会拿奖 过去没的 不容 以前我们在1974年 有一个叫《戴政中国》 那个是第一个香港电影 反思中国文革的 嗯 80年代张坚廷 那个什么表姐 你什么你好眼 嗯 这个是挖苦这个内地人民的 香港人不是太喜欢政治讯息太强烈的 太震惊八百的电影 表姐你好也就卖座比较好 但是得不到什么奖 再见中国完全是小众 没人留意 因为那个太太知识分子了 但是那个时候是香港社会和谐 香港社会没有感受到一股的政治压力 那个时候年轻人觉得有希望 所以那个时候就没这种十年的电影 哎 怎么现在有了 就毛主席说 这个是维护辩证法 这个内阴要配合外阴才能起作用 外阴也不能独立起作用 要内阴配合 一从大地起风雷 那才有金生白骨堆呢 对不对 嗯 大地没风雷 情空万里哪有白骨金出现的 啊 实在不一样了 嗯 最后我想听你 您怎么评价耳东升的几句话 哈 当时在颁奖典礼现场 他就说 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现场是赢得一片掌声 但是我看在微博上面 在内地网友的这种群体当中 是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有的人挺他 有的人骂他 那你怎么理解他 当时说这句话的语境 怎么看最后的这种舆论的现象 他说的完全对啊 嗯 这个罗斯福 这个语录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 也引用过啊 啊 这个四大自由呢 而且他作为香港电影军奖奖的主席 他必须要在没有人敢出来颁奖的时候 他要履行这个责任啊 啊 然后他在暗中的指责香港的电影人 你们为什么不敢颁这个奖 你们怕什么 我耳东生不是不怕 而是我得要履行这个职责的勇气跟义务 他就把这个奖 我颁这个奖不等于说 我耳东生本人觉得这个戏神的不得了 不一定 但是我这个职责所在 我必须颁这个奖 他说的一字都没错呢 内地那么网民 我们说那些是不是水军啊 什么什么什么人呢 对不对 那你去批判尔东生 你有什么理由呢 对不对 尔东生也是个很有才华的导演 所以我很佩服他 他有这个 他有这个原则 我不能说是勇气啊 这是做一个电影人 就起码的这种承担 但是您担心他未来的 如果他要去内地拍片子的话 会遭遇到一些压力或者 不应该有压力啊 嗯 他在香港作为电影金像奖的主席 来攀这个奖 这错了吗 他不是电影的投资者 他不是这个电影的编剧 他不是这个电影的导演 为什么秋后算账要算在他头上 这个公平呢 所以我知道尔东生主他自己也说了 如果连这样都构成政治压力 我不跟你玩了 我不玩了 所以这叫两个字叫有种 好谢谢陶先生 有个背景我想补充 那就是香港金像奖评选制度 它不像嘎那是评审团推举 而是仿照奥斯卡 96年就已经定下来 奥斯卡呢是通过电影协会 几千人投票选出 反映的是电影业界 对电影的态度 而不只是某些电影人 或者专家评审的意见 香港的金像奖有两轮评选 第一轮评选呢 是通过金像奖选民 和百人专业评审团选出来的 投票各占50% 投出入围的人 第二轮是有55人专业评审团 和金像奖13个鼠惠会员头的 选出获奖者 最终的获奖结果是密封信箱封好 最后送到台上 主持人打开的那一刻才知道 所以金像奖最终选出的结果 代表的是整个香港电影工业的意见 代表大部分的意见 好我们接下来 来听刘瑞绍先生的分析 十年老实说从电影的角度 它不是一个艺术水平很高的电影 但是我看国内的朋友要注意这个背景 就是从过去两年2014到现在 香港的社会里面 很多人感觉到 中央对香港的一国两制 很多标准很多角度 都跟以前不一样 从2014年的雨伞运动之后 中央对香港的先后有白皮书 这个白皮书里面就把香港很多政治的空间 以前80年代说过给香港人的很多空间 都没了 然后831全国人大下了有好几个关卡 就是把所有的空间 真的选举 民主自由 很多都把你堵得死死的 就是因为这样呢 然后再加上在香港 梁振英 他为了连任 所以他必须要政治上面抓得很紧 所以在雨伞运动以后的 哪一个市中报告里面 他的脱稿 没有在市中报告里面写的 首先提出一个港独的问题 其实当时的所谓港独只是在香港大学学生会 一个刊物叫学院里面探讨港独 如果你把他整个刊物这个部分都看完 你就可以看到他只是一个探讨 有正面有反面有支持有否定 也说明港独在香港是没什么市场 但是呢里面有篇文章 个人观点是支持探讨港独的 结果梁振英就抓住这一点 就骂香港有些人现在搞港独 其实在香港港独的确是没有什么市场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面 十年这个电影就引发出大家探讨 十年以后的香港会怎么样 同时明年就是2017年 2017年往后30年就是2047年了 2047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 对现代的年轻人来讲 因为2047就是当年 承诺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 2047就是50年到期了 所以现在银行界也很关心 因为现在香港啊买房子这个贷款 一般贷款都有30年 如果从明年开始 大家不知道2047当时的政治环境 中央给香港的一国两制会不会到2047就收回等等 现在连银行也不一定贷款超过2047的 所以青年人一方面感觉到政治受到打压 另外在经济的前途等等也是发现有很多虚无缥缈的 都反映在这个10年里面对国内的一些恐惧 那所以现在呢大家有一种意见就是这个电影不应该拿追加电影 就是因为艺术水平下面不高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它的确反映当下香港人对国内的一个反弹 所以从这个社会意义这个角度 那个评审很多人呢都投10年一票 无论你觉得它的艺术水平高还是不高 但是呢还是要尊重这样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看呢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说他应不应该拿到这个追加电影奖 这个值可以说呢一方面是大家这个对于眼前那个事情的一个反弹 另外一点就是对国内这个高压这个反弹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了 首先对10年发炮的是《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当时呢 它有从艺术水平去批评这个不够格 从这一点上面呢 我不否定《环球时报》的评论 但是呢它里面呢就有一点无限伤刚 就觉得呢这个是吓唬香港人的 宣扬绝望他说 对了 我们看一个艺术作品 往往艺术作品里面反映出来的不一定是政治正确的 只是作者参与的人以及观众听众读者 他自己这个感觉到底是怎么样 文学文艺工作反映的往往是个体自己的感受 所以如果你要他政治正确的角度来批评他呢 很容易的反弹了 然后再加上梁振英挑起港独这个话题 然后国内又开始经过这个颁奖礼 这个呢本来国内已经有传媒啊 跟香港这个主办单位已经谈好了 据说已经签了 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官方的打压最后脆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看国内有关方面呢 没有吸收这个教训 你越是打压 不光是香港的观众 国内的观众 现在是越来越对这个十年有兴趣 很可能他们看完以后 也觉得这个电影物外如是 没什么价值 但是官方一打压 打压就来劲了 是吧 所以我估计呢 这个 现在中央在这个问题上面呢 还没有醒过来 因为呢 马上台湾哪边呢 也有他们每年一年一度的 进马这个电影奖 现在已经说了 国内有消息说 国内想尽办法 第一 让这个十年在金马奖里面呢 不能获得提名 第二 如果又提名了 那么国内同样把金马奖这个颁奖里 禁止在国内播放 有这样的打压 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个是最好的 退手 大家可以看到 过去国内骂什么人 什么人 马上就有知名度 等如他过去骂我 他骂我 这个不是我需要什么知名度 就是因为他骂 然后 新华社中央台 当年 每天骂我五十几次 国内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 现在很红啊 我说这个不是我需要的 只是官方 不知道怎么样 要骂我 骂得很厉害 结果后来呢 还是我们能沟通 我国内呢 没有什么反弹 或者是什么对抗 我只是坚持 在香港 一国两制 在国内的问题里面 我们坚持是其事 废其非 有善必扬 有恶 不饮 所以我看现在十年 这个东西呢 如果官方继续打压 我估计 这个十年的影响 不止十年 很可能二十年 一百年 到官方停止打压 他才慢慢 失去他的影响 好 谢谢刘先生 最后呢 我还想引用一位 笔名是鲁兮兮的 电影记者的采访首记 中间的几段话 这位记者呢 他先后在香港和内地 担任电影记者 现在是在 内地的主流网站共职 他负责本届香港的 电影镜像院的报道 他在端传媒上 发了一篇文章 讲述了他在 今年金像奖 现场看到的细节 他说 在香港媒体区 很多记者都说 希望十年能拿奖 也有一个人说 十年很一般啊 没什么好看的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回答 好不好看 已经不重要了 他作为记者 在现场听着 觉得特别感慨 因为香港电影 是华语电影里面 最讲市场 最讲观众的 现在连好不好看 都不重要了 让他意识到 社会氛围的严酷 已经超过了他的想象 电影在香港社会 已经不能独善其身了 在政治的漩涡里 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我们在微博上看 内地网民看 金像奖的现场 看十年获奖后 有谁鼓掌鼓得 特别热烈的 就骂他是港独 在脸书上 又刚好相反 香港年轻人 也在看现场 把表情凝重的 那些人圈出来 说他们是媚共 还有很多人说 还要倒闭 因为林建月说 这个奖不公平 这些情景 让鲁西西觉得很无语 他有个香港朋友 听见十年获奖特别高兴 鲁西西问他 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 他说他还没看过呢 就是这样 现在已经没有人在意电影了 电影已经不重要了 一开始很多人都觉得 十年不会获奖 在颁奖前一天 金像奖主席尔东升 接受采访 他流露出一丝丹忧 说不要政治绑架金像奖 说十年火了 今年很多政党 自己会拍电影 但他不希望来年看到的 都是政治电影 在颁奖典礼之后的晚会上 很多人都在等尔东升 尔东升走进来的时候 大家都起立鼓掌 拥抱他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的压力其实非常大 尔东升说 我们大风大浪都见过了 怎样都要走下去 好 以上就是今天考评会的内容 全是在香港 谢谢你的收听 欢迎你告诉我你的听后感 微博或者微信群都可以 微博请在新浪搜索考评会 微信也先添加 小卡拉的微信号 Newsroom 0714 我们网上再聊 拜拜